谢风唐却只是笑了笑 只是可能吧 天下之势分分合合 大智大争 本属平常 这和平久了 有些战争自也是难免的事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只是谁也不敢确定 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吧 于我被休止而言 千年岁月也不过一晃而过 什么时候都可算得是将至啊 他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唐结一时无语 思虑后说道 可我志在逍遥无意杀法 谢风唐道 你虽志在逍遥纵以天下 奈何天地间有大恐怖 步步有荆棘 你若无披荆斩棘的能力 他也是逍遥不起来的 如那逍遥功 空子得名逍遥 只因实力不济 最终 不还是落得个继父的结局 听到这样的话 唐结再也无言 只能拱手道 学子明白了 谢愿主之殿 谢风唐握住唐结那抓着举荐令的手 将其合拢 正次说道 从今天起 你可以自称弟子了 是 唐结凛然回答 一名喜悦上师 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说起来 当初唐结未入学院 就曾夸口 必入师大 也曾惊动学院的 未曾想 一语成真了 如今 真成了喜悦门下 可见其壮志不虚啊 啊 另一名喜悦上师接口道 哎对对对 这就叫 昔日豪言尤在尔 今朝壮举领风骚啊 哈哈 恭喜恭喜 随着这声贺喜 一众上师学子们同时叫了 恭喜唐结 位列门墙 我喜悦派 在天英才 随着众学子的归来 仙缘大会正式落幕 逍遥宫宣布 所有人暂时先回归驻地 该休息的休息 该养伤的养伤 三日后 逍遥宫将会举办一次盛大的宴会 宴请宾客 届时也将宣布小公主的选择 和逍遥宫 和逍遥宫的归属 得了消息 众人便一起回去 临走时 唐结看到 许妙然送来的目光 带着一缕哀怨 心中一动 知道他肯定是为了自己 争夺了一个名额而不满 尤其是这个名额 还不是杜门奇的名额 暗自发笑 取出纸鹤传书 哼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 放心吧 小公主 不会选我的 唐结的确是没办法 天涯海阁三件宝物 喜悦派只有两人 唐结可以以人手不足的理由 让出一件给七爵门 却不能让出两件 那就是对喜悦派的不负责了 而只要是带两件宝物 那按照规矩 就是自动分派到两人头上 不存在为天充 一人独得两件的事 除非是这宝物比人多 唐结本来可以把这个名额 让给其他人 可偏偏呢 其他人还都跑了 然后天涯海阁 又正好是三件宝物 事情的发展一指如斯 弄得唐结想不要名额都不行 也算是赶鸭子上架了 徐妙然回信 很快就到了 为什么 唐结笑了笑 船服用完了 下次告诉你吧 总之你放心便是 得了这消息 徐妙然终于安心了许多 跟着天涯海阁的上师们 一起离去 唐结的目光 追着徐妙然的背影 直至一人 强行闯入她的视野 蓝玉 她的脸上 还带着十字疤痕 看向唐结的眼神 充满了怨毒 面对着火焰般的目光 唐结轻轻一笑 全没放在心上 自顾自的抱着一一小虎离去 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彻底自由了 再也没有战斗与死亡的阴影 笼罩在他们头上 但是 大部分学子 没有趁机上街寻乐 反而是把自己 关在屋里 闭门不出 一场生死之赛 对于每个活下来的学子 其实都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无论是修炼 战斗 心性 经验 都意味着巨大的成长 正因此 那些有所敬意的学子 趁机关上门来 静心参悟 消化与吸收这些感触 别说是他们 就连那些无缘参赛的学子 如蔡君阳 平静岳等人 在关在后 也是感触颇深 相比之下 唐杰倒是没什么参悟 他经历的生死战 远比其他学子多 于他而言 这点战斗烈度 根本没多少值得反思的东西 因此 这几天闲着没事 就是陪依依小虎玩耍 算是弥补一下 这些天没赔他们的罪过 顺便巩固一下 修为境界 回来的当天晚上 穆逸就按照约定 将渡门旗交给唐杰 此外 还给了唐杰 一万两千零钱 算是买下 第六件法宝的价 这钱 本是唐杰计划来还债的 因为谢风唐的照顾 总算是可以省下了 第二天夜晚 一场规模盛大的盛会 在逍遥宫内正式召开 由于逍遥宫位于空中 一时间 红梅岭上 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路修者 是腾云驾雾 纷纷向着空中的公爵飞去 场面位为壮观 跟在谢风唐等上师的身后 唐杰等人也是一路飞纵 直上云霄 进了云端才发现 这玉宇天宫 的确是气势非凡 云层中 浮现着大片的公爵电路 内中有金光千道涌现 云层前端 是玉器白柱的高大山门 下方是两排直挤悬边的金甲卫士 却是逍遥宫弟子 再不是什么傀儡守卫了 谢风唐领着众人 直接落在云上 唐杰他们这才发现 原来这云彩竟是石地 只是白雾弥漫 掩盖了真容 看起来真有几分天工风范 哼 这气魄倒是蛮大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天上先公 修界王庭呢 唐杰笑道 哼哼 先公王庭 谢风唐齿笑道 就这点气魄 他也配 相比真正的先庭 他呀 充其量 就能当个厕所吧 这话 是当着一种逍遥宫守卫说的 那一群逍遥宫的弟子 听得是心中愤怒 却是不敢言 倒是唐杰好奇 诶 听院主这么说 七侠界 莫非还真有先庭 这个嘛 谢风唐历时犹豫了一下 半赏才到 曾经倒是有的 不过不是七侠界 而是万界王庭 万界王庭 所有人同时惊呼出声 统领万界的王庭 这怎么可能啊 兴罗大千界 壁垒坚固 就像是一个个海中岛屿 相互间 难以通行 就算是仙台可渡 仅靠仙台 又凭什么跨越万界 领袖群伦呢 若是真能做到这一点 岂不是说万界王庭拥有成千上万的仙台大能吗 一想到这个数字 众人就是一阵的头皮发麻 谢风唐却是肯定的点头 是的 不过现在已经没了 没了 怎么没的 众人一起发问 谢风唐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荒谷密室 太多真相 都已经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了 除非你能悟到时光 反本追缘 否则 终难解纳无尽大千之密啊 听到这话 不知为何 唐姐脑中突然闪现出 当初解开离京时看到的那幕场景 无尽的虚空之下 一个巨人顶天立地 正对着天上公爵愤怒的呼喊 说话间 众人已穿过了山门 眼前是一座长桥 这桥金雕玉器长约百米 桥面有三座望亭 飞檐拱壁甚至精美 两侧扶兰还刻有兽头 左右各一百二十八个 左侧为飞鸟 右侧为走兽 各不相同 应有尽有 踏在桥面上 众人向下看 只见桥下是一条黑色的长河 正在缓缓流淌 这就是阴水河 是逍遥宫的护戒河 若让此水沾到皮肤 以你们现在的修为 不出一十三刻 就会全身化农死去 谢风唐道 看了看唐杰 他又补了一句 你们可以多一克 众人心头凛然 叶天商更是感叹了一句 这繁华盛景明灭 无尽杀鸡暗藏啊 这便是仙家的真容喽 谢方唐清笑 能明白此点便好 魏天冲却看那桥上兽头 一个个的看去 只觉得是栩栩如生 行进间与一只猴子兽头 对望了一眼 随手拍了那兽头脑袋一下 就见那兽头突然缓缓转了过来 盯住了自己 魏天冲心中一惊 他在看我 众人一起回头 谢风唐却是理都不理的继续前行 这些是阴和明兽 乃逍遥宫炼化而成的阴水守护兽 每一只都有托凡巅峰的实力 众人看着周边 二百五十六个兽头 一想到 谁要是无知 从这桥上走过 被这二百多只明兽 抱起突袭 就算是天心真人 怕也要当场陨落 唐协看那些明兽 如石像雕刻般静力不动 心中一动 轻轻将手放在一只明兽的腿上 看似在心上 手中金针滑出 已是悄悄刺穿了明兽的身体 那明兽受阵法约束不能攻击 只是一张脸骤然色变 怒视唐协 唐协却全不在意 金针刺入的同时 已在唐结心意下变成中空状 一点鲜血已从寿内滴出 落在唐结早已藏在袖内的瓶子里 将金针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唐结立刻确定 这明兽之血绝对是一种极佳的灵才 虽还不知道有什么用 唐结却是不客气 就这么一个个走过去搜集起来 走完此桥的时候 唐结已经赐了约莫数十只明兽 血液急了有近一瓶 唐结还带过去再急一些 谢封堂突然道 明兽之血无法再生 适可而止吧 哎 我说你这咽过拔毛的性子 也该收收了 这里到底不是喜悦派的地头 唐结脸一红 逼着头没敢说话 其他人这才知道 唐结刚才好像干了什么 魏天冲好奇的问唐结 你刚才弄那个什么明兽之血了 什么样的给我看看呗 唐结顺手把金针上的血字 在魏天冲身上擦了一下 那这就是了 然后就听嗣的一声 魏天冲手上冒起了白烟 疼得他整张脸都扭曲了 想喊不敢喊 只能苦苦忍着 看他那样子 唐结心中一跳 还好自己刚才够谨慎 没去触碰 强忍着笑 低头跟在谢冯汤的身后 过了长桥后 又走了一段路 终于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前 四周是白玉打造的城岸 岸上摆满了琉璃水晶橙器 各种瓜果琳琳满目应有尽有 无数侍女在一张张玉岸前是穿梭来去 客人们坐在岸后高谈阔论 饮酒作乐 场中更有舞女在欢歌载舞 还真是极紧失华呀 一名学子脱口道 如此盛会 如此规模 即便在修界也算罕见 唐结悠悠道 不奇怪啊 这场宴会是逍遥宫以自由身份举办的最后一次宴会 他就像是一次规模圣诞的出嫁 既嫁了小公主 也嫁了自己 既如此 又怎能不最后的风光一把呢 众人呆了呆 这才意识到 感情 这表面风光的背后 却是一个修界大祖师 行将落幕的心酸呢 或许正因此 他们才要用那华丽的排场 来掩饰心中的痛苦吧 想想 刚才唐结的行为 或许就能明白 如果他们进的是一个 有自己尊严的自由门派 又岂能容他如此放肆 终不过是行将出嫁 既然离下 对眼前这点身外物 也就不再那么介意了 想到这儿 唐结突然觉得 自己刚才娶的还是少了 找时机再去捞些别的 这个时候 逍遥宫或许是最慷慨的 最不在意的时候了 此时不打秋风 更待何时 大家不知道 他满脑子握错念头 此刻跟着谢风唐一路过来 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此时宴会尚未开始 唐结告了个罪 以观光之明 出来 在逍遥宫内四处闲逛 当然了 这表面上装得 跟看风景似的 贼眼还在四处乱窜 突然听到身后的哼声 回头看去 却是许妙然正站在她的身后 妙然 唐结惊喜道 正要去抱她 许妙然却退了一步 直指唐结道 你还没跟我交代 十大的事呢 唐结苦笑 嗨 我这不是千里传选符都用完了 才暂时没说吗 许妙然哼道 你最好解释清楚 不然以后 也不用什么传选符了 唐结无奈 只能道 唉 我说就是了 看看左右无人注意 唐结靠近许妙然道 那小公主 是假的 什么 许妙然心中一惊 看向唐结 唐结很肯定的点点头 把自己那天夜里 听到的情况 告诉了许妙然 许妙然听得不解 就算是小公主是假的 那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确定 假公主就不会选你 嗨 你傻啊 唐结刮了一下 许妙然的小鼻子 如果是真公主选序 选序 选序公或许会考虑 选序公主的心情 她的喜好 可能直接影响到 选序公的未来 可是假公主 有内影响力吗 许妙然带了带 随即醒悟过来 原来 你是说 这件事最终 还是逍遥公自己决定 唐结笑得越发惬意 呵呵 没错 先元会一事 为了推卸责任 避免夹在六大派中左右为难 逍遥公最终 把选择的权利 交给了小公主 但是 那个时候 唐结就觉得 把如此大事 交给一个继承人来决定 而且是通过挑选 丈夫这种形式 有些过于荒谬 这既是对小公主的不负责 也是对逍遥公自己的不负责 但在得知小公主是假的之后 所有的疑惑 自然而然 全解决了 推出的既是假公主 那么此事的性质 其实就彻底变化了 不是小公主的选择 决定逍遥公未来的归属 而是逍遥公的归属 决定假公主的选择 这其中的因果关系 已经是完全颠倒了 是个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